好 各位同学 这个价格条件 只要我们要跟客户讲好 什么客户来买什么东西 算它多少钱 要不要运贿 要不要税 那有多少折扣 如果现金的时候 给现金几千内 给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这叫价格条件 那价格条件通常是根据合约 根据谈判的条件 来输到这个电脑系统里面 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评有趣的 那我们现在要登录进来以后呢 各位同学我们就选510 打自己的编号 然后打自己的密码 打DF就直接进来了 那价格条件大家可以打 VDVK01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你就选 后勤系统的这个销售配销 的组档 这个也是在组档里面 这里有个条件 所以它等于是VK31 所以下次直接打VK31就进来 那各位同学进来以后你就选价格 就选个别的这个价格 我们点到这个以后 这里就会为你说这个 为你销售组织 销售通路 那客户只要打你自己的客户的编号就可以 比如说你这个如果不太确定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查 那各位可以记到 不知道 记得我们就打2017 这是一个搜寻条件 那搜寻条件 出来以后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项目 你可以搜寻到 这里有告诉你 有57个项目 那我现在在操作这个时候呢 我从后台那一端 已经要把找到的资料呢 关到我这里来 最好同学自己的客户 最好就直接记在笔记本里面 不要去搜寻 像各位同学你看看 我这个搜寻的速度就真的很慢 那就是真的很慢 所以呢 各位看到这个 比如说我的编号是 70000等于是7万 假设我的客户编号是7万 或是17100都可以 那这个是我输了好几笔资料 比如说我输这一笔好了 我把这一笔把它抓出来 好 正好的话速度应该很快啦 那可能有时候有人在用的时候 就真的很慢 或是我打这个 我们选到一般是夸按两次就选到了 好 就会把它填到我们的这个栏位里面 好 比如说我快按两次 或是选到一次按 Enter键都可以 好 那我的系统 不知道是系统的关系还是什么 好 这一台电脑有时候在选的时候 速度就真的很慢 甚至我们只能说 慢慢拍来形容 那如果在学校我记得它的 frontend好像比较没问题 那是这一版的frontend好像有问题 所以 比较慢 所以如果说比较慢的话 同时就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这样打编号就可以 不要用选了 像我这样的话有点问题 好 各方面选到以后呢 这里呢 你就可以选到条件底下 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有一个只有一个而已 就真的比较快 好 你夸按两次 那物料的话 一般我们都是打Must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料 好 事实上你如果按Enter键呢 这料的说明就会出来 好 金额比如说我卖它这个 10欧元 10欧元几个piece 这些 如果之前我已经有输了 所以这个都会出来 这个都有输了 所以 我打10欧元啊 这个EA啦 C啦 那C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C就是指这个 这是以数量来算 这个C就代表数量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就告诉你说 你今天如果卖这个价钱 什么样的客户 啊 卖什么这个 这个 卖什么样的物料 我们价值就算它10欧元 好 就算它10欧元 好 就算它10欧元 所以呢 可以按这个键先自我检查看看 没有问题 你们就按存档 各位就告诉你说 哦 这个条件记录已经查询 完毕了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价格条件 就讲到这里 就这么简单而已 好